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廣東省無人不知曉的 正哥點心專家這個連鎖品牌 究竟他們所經營的點心 是預製的還是現場製作呢? 今天我就帶大家去一探究竟 這次我們所來到的正哥點心專家 他就位於佛山南海區新海廣場的三樓 公共交通都幾方便 可以坐地鐵廣佛線 坐到金融高新區下車 行幾百米便可以到這裏了 正哥點心專家 他們所經營的模式和其他茶樓 就有些與種不同 他們開店的位置 大部份都是在廣州周邊二三線城市 近年來亦有拓展到其他城市 所經營的就是以廣式的點心為主 全天茶飯市直落 麥美嘉蓮就是他們的一大特色 每一間場所負責的點心師傅亦不同 而位於佛山南海區新海廣場的這一間 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來的其中一間之一 可能在不少人的心目當中都會認為 只要是大型的餐飲連鎖 尤其是點心的連鎖店 他們的點心出品肯定是半成品 當然很多的茶樓是這樣做 但不代表全部都是這樣 現在在正哥這裏 168元 可以在20個菜裏選五個 招呼朋友家庭或百嶺最差 這樣價位真是超值 今天我們就同時點了一個168元的五個菜套餐 和一起嘗試其他幾個點心品種 今天就帶你們進來他們的點心後廚看看 看看正哥點心專家這個大型連鎖品牌 他們的點心究竟是手工現場製作的 還是使用預製的點心 這裏的點心師傅正在包製的就是柚子包 剛才師傅正在包製鮮蝦雲吞 現在正在上的漿 就是法式焗餐包上面的酥皮漿 做好之後再放入烤箱裏烤製 新鮮的牛肉攪碎之後 把它打至起膠 現在正在做的牛肉就是專門用來做牛肉腸粉 來到正哥點心專家 一定要試他們的腸粉 每天都用晚燥米 浸泡3小時然後來磨米漿 浸泡時間亦非常講究 正哥的石磨腸粉 是在眾多的酒樓茶樓裏面 腸粉的質量可以說是首威不止 無論是點牛肉腸還是齋腸 或是拌粉 都可以吃得出他們腸粉的最佳味道 做燒海餡和雲吞餡 用的是每天翻訪的新鮮豬肉 不是眾多茶樓酒樓使用的燕餡肉膠 新鮮豬肉的味道 和事先調配好的肉膠的味道 吃起來當然不一樣 點心鍋裏面有很多人手 不同的點心師傅負責不同的點心品種 這位師傅現在在攪拌蝦餡 肉眼裏面的大青蝦仁 絕對不是小尺寸的那些便宜的蝦仁 這位師傅現在在攪拌蘿蔔 今天他負責做蘿蔔糕 無論是中廚炒菜還是點心部的蒸排骨 用的是新鮮的排骨 怎樣看用的是否新鮮的排骨 通常凍的排骨是用機器切的 橫切片比較平整 而這些新鮮的排骨 大部分都是用人手剁的 橫切片看上去就會親切不齊 非常容易變形 極力推薦大家點168元 五個菜裏面的鹵鵝 是我不是鴨 師傅做這隻鹵鵝 要人工慢慢滾四十五分鐘左右 168元可以吃五個菜 真是比自己在家裡煮 今天一六八五個菜的套餐 和點心我們也有點 開始上菜了 現在上來的是他們首創的靈芝餃 22元一份 拌起竹鍋粉17元 如果想試他們腸粉的最佳味道 非常推薦大家點齋腸或者點這個拌粉 米漿的製作過程 大家剛才已經親眼所見 這裡的腸粉入口不會斷 而且非常滑 米漿用陳米磨製 入口非常有米香味 今天我們坐的這張桌的位置 就在他們出品寶的旁邊 新鮮拉好的腸粉 以最快的時間呈現在我的桌面 脆皮有字包 上面那層酥皮是用天然的菠菜汁調的顏色 而裡面的餡料就是柚子加蜜糖 靈芝餃 拌粉的時候加入了靈芝粉 層底的顏色就是天然靈芝的顏色 入口裡面不單單有菇菌類 而且還有鮮蝦仁 又薄又滑又爽 又香 老師傅對今天的腸粉讚不住口 今天的粉質如何 這個粉質又薄又軟熟又好吃 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 很少吃到這麼漂亮的粉 在酒樓吃不到 我第一間吃到這麼漂亮的麥芝 我不用加醬油也好吃 很簡單 加少許的醬油 它現在不正漂亮的花生油 拌更好吃 這個沒得頂 沒吃過這麼漂亮的餐廳 粉質很少 現場做的 現磨現做 所以漂亮 聖瓜、質魚粥、瘦肉 一套就是48元 首先上來的就是質魚骨 用士汁蒸 起骨之後 質魚肉起片 接著就跟瘦肉片和聖瓜一起滾粥 單單魚片滾粥 大家就吃得多了 跟質魚片一起 加入這麼多肉片滾出來的粥 味道當然會鮮甜很多 48元這一大鍋的粥真是超級大份 700個人吃都絕對沒問題 新鮮豬肉片的份量 下得真是足夠 送粥的神器 當然就是我們廣東人都喜歡的油炸鬼 廣式油炸鬼10元一份 將油炸鬼浸在粥裡一起吃 這樣才是完美 平時芋角和芋頭糕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 這裡的芋頭糕與種不同 海苔、微豆、芋頭糕 22元一份 裡面加入了海苔碎和微豆 芋頭糕入口非常香滑 入口還有海苔鮮和微豆的粉 這裡的海苔、微豆、芋頭糕很喜歡吃 質魚肉片粥超級鮮甜 吃多碗 每次來正哥點心王子 我都喜歡點他們的豉油黃鳳爪 每間茶樓都有自己製作豉油黃的備製方法 正哥點心王子這裡的豉油黃 顏色鮮亮之餘 而且還非常染爛入味 上了幾個點心之後 現在上來的就是 168元五個菜的套餐菜品 這碟就是蜜椒汁排骨 既然168元有20個菜品 給我選五款 我當然要選一些性價比高的菜品 鹹雞骨魚腐煲芥菜 又有菜食又有魚腐食 而且還有一口湯飲 這份就是我推薦大家必點的 鹿鵝拼叉燒 下面墊底的就是有香油粉的芋頭 點這個菜品性價比超高 金銀蒜蒸排骨25元一份 絕對是用新鮮的排骨製作而成 好吃的廣式傳統正排骨 舊蒜味就是最關鍵 正哥點心專家 純手工製作的點心 性價比高於不少開在廣州其他市中心的一些茶樓 無論是鹿鵝下面的芋頭 還是蒸排骨下面的芋頭 都是超級的粉爛 168五個菜品的其中另外一個菜品 荷葉紅棗杞子蒸水魚 我想如果自己拿168元出去市場買菜煮飯的話 可能都未必能排到這麼便宜的五個菜品 五個菜品我都點完肉菜 荷葉紅棗杞子蒸走地雞 現在在廣東省做餐飲真的競爭相當激烈 每間食四處推出的菜品 不單單要好而且還要價格實惠 這樣才能吸引到食客過來消費 總之都是那一條市場上不變的真理 食材新鮮價格優惠 就是一間食肆可以持久經營的根本所在 我自己很喜歡吃這碟蜜汁排骨 起碼選材用的就是新鮮的排骨 而不是雪排骨 愛情有蜜汁和黑椒的香 裡面的排骨肉就是油煉又多汁 小朋友絕對喜歡吃這個菜 魚腐鹹雞骨芥菜煮 湯底是每天新鮮熬熟的上湯 湯底再加入鹹雞骨一起熬熟 浸出的架菜隨� smelling甜 點這個熟仔菜不用另外點燙 滷鵝拼叉燒 滷鵝亡得超級入味 自製的叉燒也是肥瘦適中 每間廚大多 huis店飯店 都是一獨立自己經營 所以每間店推出的特價菜式也不一樣 我今日吃為168元5萬菜剪類的推廣 只限這間位於南海深海廣場三樓的正哥 今天真是過足芋頭癮了 芋頭糕滾我叉燒下面的芋頭 和蒸排骨下面的芋頭幾乎全部都給我吃完 想吃到好吃的又香又粉的芋頭 在處理切的時候就要做到捨得 頭頭尾尾切了只剩下中間最粉的部位 再吃一塊水魚裙邊 今天我們過來南海深海廣場的正哥 大家幾個人一起聊天 試了幾款點心又加了五個菜品 賣單時就有九五折打 一共消費404.05元 這樣的價位保定你們可以吃得到 純手工製造的點心和最新鮮的食材 你們說抵不抵呢? 今天的視頻 正哥點心專家的手工點心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